冬天在恋恋不舍之中还是被踩在了泥泞的东路上 我们迎来了花之招展的春 社区竞赛也一片生机盎然 亲爱的社区朋友们大家好 春姑娘总是幽抱琵琶半折面的姗姗来迟 但是一切美好都是值得等待的 本周首先走进基本面分析大赛 在周赛之中恭喜来自乌克兰的马拉伦位居榜首 恭喜得获得650美元的奖金 位居其次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塞克曼 恭喜得获得550美元的奖金 而来自俄罗斯的阿宁则获得了400美元的奖金 随着春日的到来身体是时候动起来了 路高斯北推出春季马拉松大赛 跟随我们一起保持21天健康有规律的生活 也许生活会变得不一样 一起来尝试吧 接下来我们走进11月至1月份的季度巨数分析大赛 从排行榜之中 我们看到位居榜首的是来自西班牙的Damegis 恭喜得获得1700美元的奖金 第最期后的是来自意大利的Durton 恭喜得获得1410美元的奖金 其他15位获奖者请参阅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最后我们走进度高斯贝加利大赛 经过冬季的洗礼 走过青黄不接的2月 身体还是缺乏维他命 皮肤和头发开始变得肝脏 如何在春之初让身体迅速恢复 皮肤焕发光彩呢 借助您的保养方法 您将轻松获得50点的加分 2月份的加利冠军经过层层角逐 滑落于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女士 他的美不是柔弱弱弱而是健康大气 在他的博客之中 他为我们分享了如何保持完美的身材 以及如何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情 好了本期的社区竞赛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是维珍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